大厄运作黄马挖一甲红星卖C罗的一亿拳用来买他黄马要砸一亿欧元八角米林科维奇在C罗加盟游文后,他的经纪人门德斯又要有新动作了。 据意大利足球报道,门德斯正在以中间人的身份参与黄马签下拉奇奥中场大将米林科维奇萨维奇的交易,赚会费将高达一亿欧元。 报道中指出,虽然门德斯并不是米林科维奇的经纪人,但是他也参与其中,据著名转会专家迪马基奥透露,拉奇奥为米林科维奇标价1.2亿欧元到1.5亿欧元,但是门德斯试图让蓝英以1亿欧元出售米林科维奇,促成这笔交易。 门德斯此前也有多家俱乐部和米林科维奇传出过绯闻,比如尤文、曼莲、巴黎,但是报道中指出,尤文刚刚花1亿欧元买来了C罗,而巴黎则受到财政公平法案的制约,所以只剩下黄马和曼莲这两家俱乐部有可能签下米林科维奇。 此外,报道中还提到,这位塞尔维亚国角,曾经承认自己是黄马的粉丝,不知这是否会为他转会黄马增添更多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尔维亚